為何 喂 亭風 為何 沒有這樣 很普通 其實是普通的 普通的 你… 很普通的 跑車? 真的 為何這樣 亭峰他可以駕駛到這些車 他自己還未允許 Leo Sir 其實車駕駭了 我想放車 約了買家出來聊 我等了一小時 但打電話給他 又沒有聽 已經說了 這位興台你看 你看看 真是甚麼都不懂 甚麼 香港地買車賣車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跟對方直接丟 試車 付錢 轉名 全部都是自己來 其實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不如你嘗試寄賣服務 即是怎樣 把車子放在格子店裡嗎 好像Carboss 就提供一站式易手車寄賣服務 有一常常用的腳車 到中高價的車款都有 車場位於甲級寫字樓 可以容納過百格車 而他們的Facebook專頁 亦都會同時上載最新車盤 影片和多角度相片兼備 Liu Sir 其實這樣買車和賣車 即是跟我自己放差不多 這件畫法 如果一樣的話 你長大就不會像整個木 等了整個小時 兄弟 三個字 一站式 透明度 等等 Liu Sir 六個字 其實我們整個流程安排 都很簡單 客人只需要過來找我們 我們幫他拍一輯很漂亮的照片 還會幫他出廣告做宣傳 如果有買家的話 我們便會幫他介紹一部車 車在這裏 怎樣透明度呢 確認交收沒有問題 然後便會付錢 車傳 如果在過程中 他需要買家需要安排 上會 保險 任何運輸署的手續 其實我們都會幫他安排 其實疫情和你們的Carboss 那個關係 有甚麼變化 有 其實也有一個挺大的變化 其實最特別的是 我們已經開了一個月後 疫情 亦都因為疫情 促進了很多網購的習慣 以前有很多車主 會喜歡自己買一部車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怕接觸人 怕因為感染了 會回去感染家人 或小朋友 但有我們的話 其實他便可以避免和人的接觸 還有安排一些流程 一些運輸署的流程 一些繁複流程 會否有問題的買家 或者是有些騙人 避免了大家有信任的問題出現 那輛車便先安置在我們那裡 當然我們幫他安排交收流程 安排收了錢才轉名 這些流程 確保轉名沒問題 交收錢沒問題 這裏我們都頗大的幫助 其實最特別是在疫情這段時間 我想很多客人 如果經常上中港工作的客人 就會知道 他買了一部車 我們真的有很多部車 買了沒有開過 買了一年半 然後因為要隔離 那些特色真的是新車 最少的車數是80公里 嘩 我們拿車最少的 80公里 100公里 85公里 300公里 真的是新車的質素 全部在我們這裏 有這些車款出現 或者有些我們直接 他在新車後未拿 因為全部是一部新車 我們幫他賣了 直接在新倉拿車也有 亭峰 今天又塞錢在你的手袋 OK O-M-K做甚麼 你跟著我做甚麼 我想報答你 但我報答完你 你也要載我回家 這樣嗎 是的 各位觀眾 今天到此為止 如果有甚麼 記得留言給我們 還有記得Like & Share 下集見 回家吧